第一個就是把環境建置起來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個東西 SAM control 這個我想 應該是 目前找得到 架設server 最簡單的一種方案 因為好像很少以前那個光架一個server我都覺得頭或腦脹而且他弄好多東西 包含什麼APAGE server然後PHB掛上去買11個掛上去 然後每個都要確定他可以run 然後呢 還要再弄一些東西啦防火牆之類的 才可以run的起來 現在的話他都幫你包好了 全部都包在這裡面 那你只要怎麼樣 就是執行setup 再執行control 確定呢 stop stop 這個地方他會自己run起來 你的破號 不過你執行這個時候他會跳那個防火牆你一定要允許 這個就ready了 也就是說你這個環境就可以開始工作了 感覺好像快很多 我剛才以前 光要講那個環境設置就要講好幾堂課 而且很多同學還 不見得run了起來 那當然這個東西 跟 比較常見的像什麼IS server 最大的差別是 IS他一定是附屬在Windows底下 而且 大部分你如果要架個server 你一定要買那個Windows server的license 就是你那個要付一個費用 那這個東西的話 他的好處是 基本上沒有費用的問題 他是屬於叫做 他應該也 他叫開放軟體 不見得叫免費軟體 不過只要你非 商業用途 都免費 好 那什麼叫第一 商業用途 其實就看個人 其實即便你是商業用途 我看好像也沒有人繳過錢給那個吧 OK 所以基本上他能夠幫你架 apache server 那所以 上個禮拜我們做過一個什麼呢 很快的可以 把你的電腦 變成什麼 變成一台file server 就是檔案伺服器 隨時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 你只要有個顧哀 或即便你不是顧哀 你只要有個IP 告訴對方 他就可以連到你的電腦 就可以把什麼呢 你分享在哪裡呢 分享在那個 我們這個server底下的根目錄 那個根目錄底下 的所有的東西 通通可以 有沒有 比如說你 分享在這個 這個 我是放在低碟啦 我建議你們也放低碟 因為低碟不會還原 低碟底下的什麼呢 這個有個叫 HT Duck 這個應該沒問題 那你可以再開一個 比如說Tesl 這個目錄 那你把東西放這邊 將來 那個user 他只要怎麼樣 輸入你的IP位置 那當然你要知道說你的IP位置是多少 其實方法很多啦 有的時候你可以打命令 或者你不打命令 我印象中好像也可以從 右下角這邊也可以 把它開起來 然後可以看一下你那個IP位置等等的 我印象中好像也可以從 是不是從那個 界面卡裡面去找到啦 方法很多 我看這邊是不是 也可以知道說 詳細資料 這邊也有 IP位置 從 你的右下角這邊 也可以去找到 你的那個 網卡 那如果你有很多張網卡 你也可以 不同的玩法 那比如說我這一台 這IPv4的位置 就是 192.168 1.224 或者你可以 也可以直接從這邊打一個 CMD Enter 然後呢打一個 IPconfig 如果我想 這是最基本的 config OK然後找到你的IP位置 這是虛擬的 這邊也會有 那如果你像我這邊有裝那個 Virtual Box 你不要搞混的 Virtual Box是虛擬的 不是這一個 是上面這一個 那如果說你已經在裡面放了 TEST目錄裡面 放了一些東西的話 你要給別人看到的話 那你就打192.168 1.224 你只要那個位置不要打錯 然後斜線TEST Enter過的話 理論上 你的東西 就會在雲端上看到了 那 對方只要知道你的IP 就可以抓到你的東西啦 我想這是最基本的一個 分享的一個方法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呢 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呢 當然可以TEST一些東西啦 比如說我今天 有買Seql 那他那已經幫你把PHP掛上去了 所以你就接下來 就是 在上面 一樣在那個 我們的 根木屋底下 那我們上禮拜是在根木屋底下 又放了什麼呢 HDDux 裡面 我放了一個 這個 放了一個資料夾 上禮拜的 PHP 在這個底下 新增一個目錄 給另外一個PHP 程式 他幫我接收 那接收的方式 就用GET的方式 在這邊的話呢 那我們可以 那你如果說在根木屋底下 建了一個 PHP01的話 直接怎麼樣 在這邊把TEST改成 PHP01 PHP01 Enter 他會幫你列出來 如果你裡面有 index.htm就不會列出來 他就會執行 那一個 index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他會幫你執行的是 他裡面的那個檔案結構 所以我要執行哪一個 執行這個 PHP 底線 FORM1 點htm 一般 我的前端表單 我都會存成點htm 後端的程式 就是點PHP 那這個是靜態網頁 這個是動態網頁 我把它點擊 那比如說我傳遞過去 假設我傳遞給他是 AAA好了 送出 那因為這個表單 他裡面有個action 這個action是一個動作吧 那就會告訴他說 我要傳遞給什麼 PHP FORM1 點PHP 傳遞給這個 一樣的名稱 後面是負打名點PHP 那用什麼方式呢 我用get get的話呢 他就會在什麼呢 在 這個URL上面 多加一個問號 然後會傳遞給他一個參數名稱 等於什麼 哪個參數 他會把那個參數放在後面 自動 那你當然你可以藉由那個 get的那個 的那個參數 你可以去抓到 到底使用者 丟過來是什麼東西 表單參數 按送出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呢 我按送出的時候 因為我是丟給誰呢 丟給那個 一樣名稱 點PHP 所以他接怎麼接 因為我用get 他一定會先問號 那因為呢 我剛剛那個 表單上面的那個 原件名稱叫 Username 裡面 裡面放了一個AAA 所以 當然Button他也會送出來 不過這個 這個我們不會用到 主要是這個地方 那他會把 AAA 怎麼樣呢 接收到之後 幫我放在這裡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做的 當然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練習 如果我要延伸出來 如果我今天 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把這個範例 改成 登錄帳號 比如帳號 加一個密碼 按送出 他也可以送出到另外 一個page 不過多了一個什麼 就是說如果你要判斷這個帳號密碼 對 才可以進到裡面 不對 就彈回去 當然你可以這樣做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 先把這個上禮拜的東西 先打開 接著等一下我們再來 看就是說 這個 帳號密碼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OK